您好 欢迎收看7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慧 现代许正位今天一大早就马不停蹄的前往国府运动园区关心自行车的赛事 除了亲自为赛事名枪开赛之外 也未免辛劳的裁判和工作人员 他也叮咛大家要注意天气很炎热 一定要务必严防中暑 现代许正位17号一早 马不停蹄前往国府运动公园关心自行车登山赛事 除了亲自为赛事名枪之外 也未绕辛劳的裁判以及公务人员 并且贴心定领天气炎热 务必要严防中暑 141年全中运复赛第二阶段赛程从7月15号到20号登场 而在17号自由车赛事当中 花莲参赛选手包括国中男生组高中组 花莲高工林区长等人 成为新的比赛就是各界势的光荣也是自己的荣耀 所以曾卫阿姨在这里祝福大家 这个有得顺利 这个迈向挑战 这个穿越突破挑战 一向成功 谢谢 现在举重的感谢所有伙伴为全民运动会全新投入 历经了无数次的会议演练 并且优化赛事场馆以及测试等等 让来自全台的运动选手能够尽情的在花莲挥洒汗水 大家一起为国家一起的赛事相聚 每位选手们代表着各县市的荣耀 也欢迎各地的运动健将 取这花莲真光 让花莲美被看见 接着Join黄师伯老